这两天网路上有一个发文 标题是 当下没有处理太太的情绪 而导致严重的后果 原文的大概是这样 有个老公上来求助说 太太想吃薯条 然后小孩三岁也想吃 就一群人快快乐乐 去麦当劳买完薯条以后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不小心 把薯条打翻了 老公才说了一句 妹妹乖 爸爸等一下再买新的给你 老婆就气爆了 哭喊着说 老公没有把他放在第一位 他不能接受 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他要求自己亲生的小孩 不然我三岁 要跟他道歉 因为小孩不是故意的 而且要跟他道歉 道歉一字不够 还要再道歉 老婆呢 这样子还是不满足 结果打包行李 喊着要离婚 这个事情 网路讨论超热烈的 我先请教一下金丽 这个太太是不是太年轻了 还是怎么样 我自己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我就觉得说 因为我也是孩子了 我就无法理解说 为什么跟小孩子争这个东西 并是个薯条 那我只有一种两种解读 那第一个也许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原文 也不知道他年纪是多少 会不会是在一个 三岁嘛 你看我觉得三岁 而且可能只有一胎 当然有可能 其实说从一般来讲 我猜他应该差不多三十 或三十出头 或二十几 对 那我想是不是还在热恋当中 你还希望说 我还没有谈恋爱谈够 希望所有的专注都在我身上 而且还没有准备要生下 可能小孩就生出来了 他就觉得说 把老公的爱给分 分享出去了 所以我在想说 我只有这个解读 要嘛就是说 另外一个解读就是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也许我也会生气 可是这个生气不是说 因为小孩子打翻了这个东西 可是我有义务 我要教小孩说 今天东西食物在前面 你就要小心 如果这是热的烫的东西 你要怎么办 对 可是这个时候 老公我还没有 我正在骂小孩的时候 老公直接 也没有把话好听完 就直接说 再买就好了嘛 不过就是一个薯条 因为老公常常喜欢讲这种话 不过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不过就是一个什么什么 你为什么要拿扎金小怪 有什么好生气的 因为老公常常讲这种话 其实听到这种话 我也会生气 所以我生气点不是说 因为他打翻了薯条 可能我生气的就是说 我话还没有讲 我在教育我的小孩 那你为什么我话还没有讲 你就要插嘴说 我就帮你买一个 你为什么这么小气啊 对他常常讲 就像我早上 那一包也只不够20块 对 然后我就像早上 小孩子要吃水煮蛋 好就煮了 那我都剥好了嘛 然后说好 一人一颗拿着吃 小孩就说 手会脏 会脏到黏黏那个湿湿的 他用那个保鲜袋 还要包起来 我说你不要浪费 吃完洗个手就好 卫生纸擦一擦就好 我老公在旁边说 不过就是一个小事就要带嘛 对 那个一个才多少钱 你不晓得持家有多辛苦 对我想说这个钱的问题 为什么要浪费 也不环保 对老公常常都这么吃 所以我在想说 就是这两个可能 可是我想请教一下邓医师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太太是无理取闹 不会 不会啊 没有人会说 自己无理取闹嘛 因为我也常常这样 你也常常这样 对啊 因为我觉得刚才 这个点很重要 非常同意 就是说 如果老婆真的还期待着 老公是很看重自己的话 那这个第一点 我可以看到说 有时候妈妈单独 跟小孩相处的时候 不会这样呢 可是如果老公在场的话 如果那场戏只有妈妈跟小孩 可能妈妈会说 不用 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要吃了 或者我们再买 其实妈妈就会有这个功能 安慰小孩的功能 可是很奇怪哦 爸爸在场的时候 那场戏是三个人的时候 因为人有一种对应嘛 那如果老公在场的时候 我跟老公之间 我们大家跟老公之间 本身有一种对应 然后你在那个时候 会有点错乱 就是相对于小孩 你必须是一个 没有私欲的母亲 可是 相对于老公 你习惯了 你有一点点被宠 例如说 这个前提看起来是 妈妈想吃薯条 不是小孩想吃 所以妈妈想吃薯条 大家就可能要绕去 麦当劳排队 或者怎样买薯条 这里面已经有 隐含了一个说 妈妈本身跟爸爸 本来的互动关系 那这个其实在婚后 特别是成为妈妈之后 都是很残酷的 没有过度的就被转换掉 其实我是蛮多个案 包括我自己 都一直在修这个课题 因为那不是让你 慢慢慢慢的觉得 从此你的需求 已经不能讲了 而是从小孩出生的 那一天胖一下 你就开始不能去 讲自己的需求 甚至你稍微讲一下 自己的需求 人家就会觉得说 已经很让你了 已经很怎么样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个 我非常同意 而且我看很多的就是 我们很不喜欢 那个老公 就是妈妈在教养小孩 有一套方式 然后爸爸在那边演好人 对 然后他又不常来弄 像刚才你讲的那个 老公不让我们把话讲完 或者说好像就是 抓不到你教小孩的重点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 无意识的层面 就是有些老公很喜欢抓到缝 就钻 然后就要让小孩跟全家人觉得 妈妈个性很坏 有没有 妈妈小气 有没有 妈妈计较一些不需要计较的事情 可是你说 老公就会说 假设今天比方说 我小孩如果弄脏了我一个文件 比方我的脚本 然后我就会很严肃的跟他说 如果你有一个图画 你的着色画 妈妈把东西倒在上面 你会高兴吗 然后我小孩就会跟我杠 然后老公这时候就说 只是一个copy出来的东西 你电脑里面有档案 你再印出来就好了 有需要这样吗 可是你试试看 我女儿一个棒棒糖 黏到她的文件试试看 她会怎样 她的反应比你更不能包容 我们平常被小孩狗东西的可能很多 可是你讲小孩的时候 我觉得重点不是说 她真的不认同你的教养 因为她自己也在用一样的方式教养 可是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 很喜欢在这种时候 掉入一种传统的 女人都很啰嗦 然后女人都 脾气 对 脾气很不稳定 这样子 动不动就发这么大脾气 然后把全家的气氛都弄坏了 对 可是事实上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 我觉得是因为夫妻在有了小孩之后 彼此有些东西没有照顾好 因为其实有时候太太毛起进来 照顾小孩的时候 很把老公当工具 很把老公当工具 听不懂 郑大哥你现在去卖场 如果看到有那种推娃娃车 而且你要看那种 比较大台 比较高的进口娃娃车 对 因为那种娃娃车比较贵 不是代表他们家比较有钱 是代表他们很愿意 为小孩花钱的那种家庭 你就可以看到的小孩子 通常是非常重要 你去观察 我很喜欢观察 妈妈假设推的东西 然后小孩子突然憨一声 妈妈开始慌张 尤其是那种小孩很小 他就开始就说 奶瓶呢 奶瓶呢 然后或者是说 那你们要给他插嘴吗 老公这样讲 不是 老婆就会开始喊 然后老公就很忙 在那个推车底下找东西 然后拿出来一包湿纸巾 然后老婆一拿起来 一弄到小孩说 怎么会是这个呢 要擦脸不能喊酒精啊 你必须是纯水的啊 或者说 就是然后那种喊老公的样子 你旁边看的人会觉得说 因为我们已经过那个时间嘛 你回头去看就是说 男人为什么会在 老婆有小孩之后 也会变样呢 因为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太多的女人忙小孩的时候 顾不到老公的感受 所以老公 现在老公都很好 他们不会明着跟你说 我在家里面的地位不受重视 你把我像工具人一样喊来喊去 我觉得老公不会这样讲 可是他们心里有情绪 那就会在这种地方发泄出来 那如果老婆说 奶瓶呢 奶瓶呢 然后老公说 不是你自己准备的吗 没有 郑大哥现在真的很少这种老公了 真的啦 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敢这样 那可是这个太太 叫小孩道歉 她亲生的呢 道歉一次也就够了吧 道歉两次呢 两次不够还要离婚呢 我有一个看法 我不知道大家各位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叫小孩道歉 其实是不得已的啦 这真的想要是老公说一些贴心话 可是因为不想跟老公要 在夫妻长期的一些角力当中 其实我们也不太愿意承认说 我想要你安慰我了 因为觉得说 所以这个是一个迂回 就是其实小孩很可怜 其实网友也都有看出这一点嘛 就是说 其实我想要的是老公的说好话 可是我不想跟那个 不太重视 我感觉不太重视我的人要的话 我就会变成是要小孩道歉 然后小孩道歉一次 为什么没有解决 因为我根本不是要小孩道歉啊 他要什么 他要的是老公说一些贴心话 那这时候什么叫贴心话 贴心话就是说 比方说薯条掉了 他要跟妹妹说 薯条掉了 那要好好想想 要问问妈妈 怎么样才不会把薯条打翻 妈妈手很巧 你多跟妈妈学习以后 就不会常常打翻 先讲一些这些话 然后再来就要 先真正老婆 就是跟小朋友说 不然给你吃个棒棒糖 然后把小朋友安顿好之后 把老婆拉过来旁边说 有了小孩之后啊 真的很少照顾到你 然后今天难得 难得你要给你吃一包薯条 又没有吃到 我知道你的心情 等一下买汉堡给你 但是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老公会这样讲 没有一个食物上 带着小孩在麦当劳 闹了鸡飞狗跳的老公老婆 会这样对话 那这就是一个女人成为母亲的 一个孤独的心路历史 如果做到这样 我一定去梵蒂冈丰盛 对 我也是这样想